小S罩的捏不上 三次啊 我都没有啊 我没意见 对 不要跟我扯关系就好了 好不好 丑八怪 丑死了 不要跟我扯关系 行啦 那边以为你们红了 我就不敢骂你们 一样丑 好不好 你如果今天你要结婚 你写信息给我 你觉得合理吗 已读不回 疫情三年 搞不好我都死了 你都没有跟我联络过 李文几岁48 高宇翔几岁35 小鬼36 徐伟文28 所以我们到65 哎呀 我们都要感谢了 这是我人生最后一路啊 我很开心啊 旁白哥报报 65岁曹西平婉拒小S 通告三次 不爽碗被炸红铁 丑八怪别扯关系 吃炸演艺圈40年的曹西平 已淡出荧光幕前 在西门町开了一间耳环店 过着半退休的日子 最难过的就是 2019年吧 12月7月9号开幕 2020年1月 疫情爆发 他三年都没人 连个鬼都没有 今天多少钱 今天300块 我靠我们这么多人300块啊 龙姐啊 有美鳳姐 有时候会来逛嘛 还有朋友来过啊 我不会想要找一盒来帮我忙 但是也不要做朋友的生意 还有人说我们沦落 我们沦落什么嘛 我没有睡在街头上 我借钱是跟一行戏 又不是跟你借 他卖鸡 他还在生活啊 不可以吗 能怎么过就怎么过 没有太大欲望就还好 会看淡一切是他繁华过 找了百万网红爱丽莎莎好几步 曹西平2005年就进入泰国 发现新大陆 买了房子 还学了语言呢 Sawaddi Ka 彭斯迪尼啊 会不会已经昏倒了 我如果住在乡下 我从这里我到医院 这个一塞车 一个钟头我还没到 我大概也哈利路亚了 我们外国人是不能买土地 只能买公寓 如果你买土地的话 你还要跟泰国人一起啊 你要盖像House啊 或是Condomedia 那个你是不行的 因为你用一半股份 一定是要泰国人嘛 外国人不能贷款 直接一比过 他如果没有收到钱 他没办法过付给你 为什么台湾人会觉得便宜 他一两百万就一房一厅啦 然后他又有游泳池啊 又有管理员 大一点的话就说 最起码要五六百啊 七八百 或是上钱泰铢了 我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学泰文 因为我学泰文的目的 就是要跟他们吵架 譬如说水费 卡南 水费多少钱 后来五百 我也看不懂 他跟我说五百我就给他五百 他如果跟我说五千 我是不是给他五千 那五千是干嘛 他说随便跟你讲 我管理费你也不知道啊 我绝对不会跟东方人买 老乔骗行乔 你听过吗 你是老华乔吗 那你新来的嘛 我老乔骗你 我不骗你我骗谁呢 我台湾来 台湾的哦 我们好不容易 今天给他留一下 泰国水费到我的百货公司 我离那边是最近的 我那个地方叫培牙台 有一天我就是坐在牙台 我突然起来嘛 大概坐太久 没有移动 然后就说 整个人就不能那个 我就那次吓到我才想搬回来 我才想意会到说 我靠 我有年纪了 是该回家了 我觉得我妈过世是让我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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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ck 就是让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录影嘛 然后家里就 传BBQ来说 妈妈走了 我叫她说 我那时候第一次想到说 哇 我身边最亲的人 就这样离开 因为那时候没有去想那么多 那我妈离开以后 我才知道觉得哇 怎么家里这么多事 爸爸不是我一个人的 为什么我要承担这种压力呢 曹西平经理 姆桑 富士 兄弟细强 最终脱手各地房产回台养老了 刘真几岁 44啊 李文几岁 48 高宇翔几岁 35 小鬼36 徐伟伟 28 所以我们到65 哎呀我们都要感谢了 然后演艺圈也做了超过40年 我觉得很值得 够了啦 还要怎么样 我小的很透啊 打钥给我谢谢你 没跟你找他们 他们年轻人需要 小意思找人也不少 三次啊我都没有啊 我们是专业的 我们是唱歌跳舞起家的 都是现场的 不是像这样聊聊天 对不起那不叫才艺 好吧那叫耍嘴皮子 我们以前要有歌星症哦 演员证哦要考试的 一年还要盖招一次 你们现在是都可以啊 我没意见 对不要跟我扯关系就好了 好不好丑八怪丑死了 不要跟我扯关系 谁啦 哈哈哈哈 你在讲谁 对啊我讲谁 有谁结婚有谁生小孩 你会不知道吗 疫情三年搞不好我都死了 你都没有跟我联络过 什么疫情过了以后说 你是我生命中好重要的人 我欢迎你参与我的结婚 我为什么要去参加 你生小孩关我什么事 你结婚会关我什么事 我现在不会管你们什么 得心中小什么大哥大姐 怎么不吃你家的饭 你管你哪里大 三里娱乐新闻 丑八怪丑死了 报道 个换答案 到哪儿都有 cas月 或许多有什么事 刚才说